西马AR8100这边一个氧气检测仪的一个归零或者是校准啊 现在我讲解一下 我们先做零点的校准 零点校准的话就需要把我们的那个探头 把我们的氧气探头先摘掉 先取出来 取出来过后 然后我们产品开机 开机在这个倒计时十秒钟之内 按长按Model键加CF的温度 华氏度转换键长按 好长按过后会在十秒钟之内长按啊 长按过后它会进入一个零点的校准 这个CAL0 0就是指就说没有氧气探头的时候 先校准一个零点 然后长按一下Model键长按 长按三到五秒 然后它这边会进入一个零点的一个内码值的一个界面啊 这是一个内码值的一个电压 内码值电压 一般等这个电压十分钟啊 一般是第一次做一个校准的话 建议你呢 这边就是说等久一点啊 等个十分钟左右 让这边的数据完全稳定过后 完全稳定啊 比如说它一直停留在33 34 或者是零点几 或者是几点几的一个数据啊 只要这边数据稳定 不管它是多少啊 一般有的时候可能也有5啊10啊之类的 这边数据不管多少 只要它这边数据稳定啊 放十分钟 数据稳定过后就可以 然后再短按一下Model键确认 确认过后就证明零的已经校准好了 然后我们再短按一下MOD键 然后它会进入到我们一个氧气的校准 氧气的校准的时候 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氧气探头接上去 需要把我们的氧气探头接上去 然后选好 选好过后 然后我们再长按MOD意见 然后会进入一个氧气的一个校准界面 氧气校准界面也是这样子的 也是建议你呢 这边是等个半个小时左右最好 等这边的数据稳定 这边数据完全稳定过后 然后我们再短按短按MOD意见 我这边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就不等那么久 就给大家简单那个演示一下啊 比如说像现在是2000多 它数据就说稳定 你不管它这边内码值电压是多少 它这边数据只要稳定就可以了啊 就说比如说我这个 它总是在2080多或者2090多 这个数据跳动 然后这边就可以短按MOD意见确认啊 但是每一台机的这个内码值电压是不一样的 有的可能150016001400都有可能啊 但是说这个氧气界面20.9的时候 如果这个上面显示的是几时的数据的话 那就证明氧气探头寿命有问题了啊 一般这种情况接上氧气探头的话 它的数据都会有1000多左右啊 不会说才20多30多 好然后因为时间关系 我这边就不等那么久我现在短按一下MOD意见 Model键确认 确认过后这个是20.9 是我们空气当中校准的一个饱和氧气的一个浓度 好然后我们先按开机键返回 好返回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我们校准的空气当中的一个氧气浓度 20.9%啊 下面是它的一个温度 你太慢了 等会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